从这个边缘开始画 这个边缘的话你看看到没有 不要整条边缘连成一条线 我会有意无意的深浅 深浅 深浅这种自然的变化 将会有冰的 就是冰块的质感 冰块的质感就靠这里去体现 好 有这个圈之后呢 稍微就是用这只 黄中色在边缘 这个黑色的边缘稍微过渡一下 会显得自然一些 现在有一些面就颜色太深了 颜色太深了 紧接着呢 就是拿这个黄绿色 把这个中心的这个面 再过渡一下 有点不够自然 好 那就算是快速的就把这个泥胡桃画了 泥胡的画完之后 中心用这只乳黄色 加亮一点点 画完之后呢 咱们就开始画它的其他的颜色 就我们的这个草莓 把它留缩小 好看吗 这个 是不是可好看 我觉得挺好看的 我可喜欢 画之前呢 又要扫描一下 好漂亮是吧 我也觉得挺好看的 好 我们的颜色还是由深到浅 接着继续 要开始把它这个边缘画了 那这个边缘 我们先 先把草莓的颜色画了 先不管其他的 先画草莓再画其他的 草莓 这个时候换了一只颜色 这只颜色是我们的深红色 这个 火草莓里面也会有点深红色效果 深红色跟绿色 叠加在一起的时候 它会出来什么颜色呢 大家告诉我 它是什么颜色 应该看得到 它是一个很明显的 棕色效果了 这个位置的绿色不明显 绿色整体过度一变 它就是一个棕色效果 现在知道棕色是怎么调的了吗 棕色很简单 就是拿红色 加绿色 这是棕色的颜色 拿的是现在目前 拿的是一只深红色 现在你看把这个火龙 不是这个 以后桃画出层次感 这个红色稍微加进来一点点 就会有层次感 看到木油啊 层次感哦 升红色 用力 味道不错 红加绿不是黑 记住 普兰加深红 再加那么一点点的深绿色 才是黑色的正确调色方法 红加绿不是黑色 记住 可能有一些人会告诉你 红加绿是黑色 但是并不是 不是准确的 它只是可能会出来一个 深色的深终色 并不是黑色 现在是这个红色 它就会颜色会显得比较的整体 就是不会有那种泛白的点点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之前画那个小女孩的那个头巾 就是用了这个方法去画的 好 这个位置因为它跟冰块会有一定的衔接 所以这个边缘的话 这个注意 强烈注意 这个边缘不要画得太重了 就是边缘不要扣太死了 意思就是 扣太死了 等一下就没办法挽回了 记住了吗 记住的话敲个E 好 深红色 接着换 这个边缘 其实我画的时候是稍微注意了 它的这种深浅变化的 你要注意一下 这个果肉的颜色的话 它是有点偏霉红色的色调 所以深红色不要画太多 这个位置也是会有一点点厚度在这里 颜色重一点点 这个里面都可以红色大面积的加进来 它这个跟蓝色交接会也会成为一个浅 少量的红色跟这个蓝色交接的话会把蓝色颜色变重 会变成一个自然的过度 好 现在要处理这个草莓果肉的颜色 这个果肉的颜色有一点点粉色效果 现在是用的这支 梅红色 梅红色的话 应该颜色有点重了 应该用的浅粉色 但是我那支浅粉色我要找一下 浅粉色我没找到 那我们就用 找到了 就这支颜色 就浅一点颜色 哇我好佩服大家 我到现在还有耐心听下去 你们怎么这么棒呢 怎么这么给力呢 颜色会显得粉嫩很多 稍微用力一点整体的话 打都打不走 但是习惯你好搞笑 我手机没电了 我充一下电了 因为我前面视障头会挡住我的视线 我看这个屏幕的话没法看 我就只能用手机去看 稍等一下 用这支粉色 粉色在这个下部 下面这个部位 上面的话用橙色 用这支橙色 那橙色过度 橙色过度的话 颜色会更加的黄嫩嫩一些 就是往上走的话 看一下 其他的这个红色都整体用橙色过度一遍 是不是有黄嫩嫩的效果 有这个紫色 画了紫色的地方就少量的用橙色 稍微少一点点 会有这种沙沙的质感 好 到这个质感的时候 就是感觉就是很泛白 就是那种白色的底色 压不住 有没有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有两个技巧 一个就是用白色 看一下 用白色 可以把它这种画面 颜色显得很饱满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可以用到的是那个 混色笔 大家应该 大部分同学都没有混色笔 所以我就不用那个技巧 用白色 用白色稍微 不用说太用力 稍微 在这个表面稍微这样 清新的画一遍 它这个草莓的新颜色 就会显得很稳重 不会有那种泛白效果 有吗 有的话是翘衣 你看 其他地方都可以用这个白色 整体过度 就会觉得很扎实 这个颜色 这就是上面有一层冰的效果 光靠单独那种 浅浅的上色 肯定达不到这个效果 你看这边没画的 就很不舒服 好 这边是一样的 整体的用白色 喝口水啊 这边是一样的 有意思的 我来说 就会对 我来说 我来说 就会有点 对 我来说 我来说 其实 接下来 看一下深棕色 果肉的深色效果 这边 也可以用这只 怕颜色太重的话 可以用这个什么 红棕色 红棕色的效果是一样的 只是颜色效果会稍微浅一点点 看你自己是需要红棕色 还是深棕色 深棕色颜色重一些 红棕色颜色浅一些 OK呢 我是两个颜色都用吧 颜色顺激动下去了 好不好看 好 画完这一遍 又要扫描 不好意思啊 咱们带着时间了 良心技巧 稍等一下 我鼠标 哎呦 鼠标被我摔掉 这个片都没了 被我摔的 我给它再加重一点 好 草莓 草莓暂时就不用管了 不用管之后呢 用到这只 这是我们说的这只橙色 整体的把这只颜色 稍微整体的进行一下过渡 颜色稍微的红一点 尤其是这个边缘 这个草莓的红色 到它的边缘 一定要自然过渡 一定要自然过渡 好 这边的话 就会给它来一点点 这个什么颜色呀 这是咱们的 黄绿色 黄绿色就会出来冷冷的效果 我之前就说了 这个颜色 我们就靠冷暖去拉开它的对比 这边是暖的 这边是冷的 然后这个位置 也有一点点冷色效果 是不是就开始拉开对比了 这虽然说它颜色很平 很平整 但是它会显得有体积感 会比较的自然 有木游 橙色 这边接着是使用的是橙色 还有这个绿色的位置 一样的 拿一点点绿色 这个两个角角上 两个角角上都会有绿色成分的颜色 就是有冷色成分 是因为受到蓝莓的颜色的影响 你想蓝莓是蓝色 然后加进黄色的颜色 它就成了一个绿色 我这边没办法开空调 因为开空调 空调它会有噪音 就是我说话 它的话就会呼噜呼噜 那种沙沙的声音 开不了空调的 注定了这是一个炎热的夏天 好 拿这个橙色整体过渡完之后呢 因为整体过渡完之后 你这个画面会显得很粗糙 显得很粗糙之后 又要拿我们的神器 什么颜色 这是黄色是不是 中黄色看一下 用力的进行整体的颜色过渡 堪称神器哦 反正我很喜欢用这支笔 很喜欢用这个技巧 包括暗部的地方也整体过渡 特别整体的用力的过渡 你发现这个颜色瞬间就给你辅了平整了 平滑加平整 瞬间好 粗糙细腻 你就在一瞬间 爱恨你就在一瞬间 是不是像这三个颜色色调配起来就很稳了 就不会觉得哪个颜色重哪个颜色浅不舒服或者怎么样的 显得很自然 有吗 反正我是觉得挺自然的啊 就之前那个黄色 之前这个黄色老是出不来效果了 有没有 就是感觉好像老是缺了点什么 现在就是什么都不缺了 好 什么都不缺了咱们就开始来画重色 画面的重色也就是咱们的这个 这是什么呢 咱们的画面的这个蓝莓 首先是拿这个最深的这只蓝色 咱们叫做它普蓝色 先把它这个细节跟它们这些肌理 细节都给塑造了 该流量的流量 该加重的加重 我是不是要对这个这个位置 我也要扫描一下 好 扫描完了 今天的课程估计是三个多小时了 接下来一周 差不多十来天啊 就是这一周到下一周 你们都见不到我了 所以我还是要慎重的提醒大家 我们的第三期的VIP课程 下个月中旬 马上就要开课了 很快了 所以如果说还没有报名的同学要抓紧 因为开课之后就不报名了 然后因为我没办法上公开课 可能以后 就是最近来的新同学都不会知道这个事 因为我们很少会主动的去宣传 包括在群里面 还是在微信公众号里面 都不会发相关的信息 只会放在那里 你们自己去看到 所以这个事情的话 大家自己引起重视 还有如果说 在接下来的大半个月里面 我不在的日子里面 有新同学 想了解这个事情的话 大家可以读读的 有知道的话 可以去帮忙 帮忙 就是告诉他一下 他主要是我怕 我怕耽误他们 学习 如果说不知道的话 还是一个挺大的事的 就到时候开办之后 就是求死了我们 也没办法给大家报名了 好不好 好吗 报名的话 一个是可以看微信公众号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看 可以去找科夫老师 科夫老师的QQ呢 反正我是放在这里了 大力宣传大广告 以谁说的 有这种觉悟 是非常好的 对 现在不是说 现在可不可以报 是现在就需要报名了 一定是提前报名 然后截止日期的话 是7月1号 7月1号全面截止报名 因为按照现在的一个 报名量来说 到7月1号为止 这个数量我们就控制不住了 因为咱们不可能说 没下线的 有多少就报多少 接受多少 肯定不能这样 你质量的保证不了的话 还上什么课还干什么教育 是不是 就是一定是前提在 就是能够教好 这么多人在这里 然后都能够教得好的 前提下 有这个新兴教好的话 才会让你们大报名的 如果说 拿看 现在拿电动橡皮擦 把这里提掉 刚刚画的画少了 刚刚我说到哪里了 你顺带说一下 我们没怎么想 对 说保证质量来着 控制数量 尽可能的多招声 因为肯定有很多人想学 大家都不愿意等到下一期 是不是 在能够控制质量的前提下 尽可能的开放招声 但是这个量肯定是有限的 一个圆形 然后这个圆形的表面 用了这种弧形的线条 看到没有 很多这种弧形的线条 去表现它的这个质感 还有它的结构特征 就是这种圆圆的效果 这个位置就有点考验 基本功了 基本功不扎实 还是稍微有点难的 这个机里不好画 半透明的效果 你看这个是 其实这才是蓝莓真正的形 这个真正的形的这个位置 你颜色就要画重一点点 好 这个蓝色画了之后 下一次蓝莓 我放心 教给他们是吧 我很放心 我们三期里面 一期的时候 有一个叫飘的同学 还有一个叫做 是交窗业语的同学 好像也在听课吧 然后二期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 有一个 叫做 结星的同学 那可以说是我们的 什么 就跟我们的托一样 乱宣传力度 比我们的强一百倍 只要有人提到这个词 提到说 想要学习 想要去采迹 想要报名 哇 那就是 他就像炮轰一样 把我们接上 每次而且还自己说 我不是托 我真的不是托 他说 没有这么明目张胆的托 笑死我的 是托 挑就在 挑每一堂课都在的 十次有九次都在 其实这种感觉 还挺幸福的 一群五福四海的人 一文画画在一起 然后又绝对地 拥护优化 很信任我们 很相信我们 很支持我们 好像自己干了一件好伟大的事情一样 让我有这种感觉 所以谢谢大家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不解的动力 现在看到了吗 这个蓝色跟这个橙色 红色过渡的时候 有一种特别舒服的style 有木有 这个颜色呢 你就是要注意 有一定的深浅变化 然后这个颜色色块边缘 尽量的弱化 看到没有 自然的虚化过来 就感觉像是跟这个 冰块融合到一起一样 冰块的颜色 我教初级班 跟这个人物班 对 都是我教 秋夕老师是教中级班的 秋夕老师 他是学国画的 所以他的花鸟 动物都画得特别的好 秋夕老师 今天中午就画了一个 你们应该看到 画了一个花 效果特别好 秋夕老师 他是现在 因为秋夕老师 是我的大学同学 他接触线上教育的时间 不是很久 有点不是特别的 不是很熟悉 线上教育的 他的一个这种流程操作 他有点不大熟 就是设备什么的 所以给他开了一个直播间 下午直播间 上课 因为他马上就要上咱们的第三期的中级班 中级班分为两个班级 比一期的班级要多一些 一期的话就是中级班没有续分为两个 三期的三期二期都没分 一下子都没分 然后三期的话中级班是分为一个花鸟跟一个动物 花鸟风景跟动物美食 秋夕老师画的特别特别的棒 所以让他算是一个课前的小锻炼了 还有一个就是给大家也稍微的让大家认识 熟悉一下秋夕老师的一个上课风格 给大家带一个福利是吧 但是秋夕老师等到他 他开那个YP课之后 他就不会上直播课了 因为一周 我又拿电动箱笔擦擦了一下 因为一周要上两堂 两堂课的话他会有点忙不过来 两堂中级班 然后要上直播课太忙了 忙不过来 所以到时候直播间的课就不会再上了 你们现在能去直播间上秋夕老师的课 真的是福利哦 秋夕老师的上课的节奏 完全是跟着YP上课节奏走的 上课的 这是点什么的 只是说YP上课的话 还会更加的专业 更加的系统 更加的细致 现在还是有点点稍微的偏零散 好 看一下这个边缘的这个厚度 就是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是咱们要画的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冰块 太好边缘要画的细腻一点点 也不要这么的白 蓝色整体还是过渡一下 现在画面的这个颜色是非常好看的 对不对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 这个颜色太深 太就是纯了 纯度 纯度太高 纯度太高就拿什么呢 一个是可以拿深红色去把它压下去 比如说你看这边颜色深红色 纯度变低一点 我现在没办法看你们的对话 也没办法回到你们的问题 就是关于问到YP上课情况的话 你们都可以去找科夫老师 科夫老师可以在这里 因为我看你们有些人在问上课的一些情况 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我没办法回答 我现在要把这个细节塑造出来 时间已经很晚了 不想大家太熬夜到太晚 我这一次生病就是因为跟熬夜有很大的关系 少熬夜 一个是深红色 一个是这个紫色 看一下 我要拿一个紫色调 蓝色跟紫色它会很好的颜色 它会出来蓝莓的那种颜色 蓝莓蓝紫色效果是最好看的 蓝紫色是最佳的搭配效果 这个比较稍微消尖一点 现在画面有没有发现这个颜色的纯度就会变低 有吗 有的话敲个E 就是纯度就是它不会那么的艳丽 不会那么的往前跳跃 不会那么的跳 拿紫色过度 它甚至说会有一点点这种 就是这种 类似于黑色的效果 我看一下 好 我刚刚扫描一下 也要扫描一下 有没有吃过那个核片的 就干草片了 一吃就想吐 好 整体都可以用这个核片的 这一吃紫色过度一下 它就不会显得那么的蓝了 蓝色效果不会那么的强烈 蓝色效果没那么强烈的话 画面效果会更加棒 亮色的地方我用的是浅紫色过度 浅紫色过度的话 颜色会更加浅一点点 颜色化重的地方记得 这是神器 这类大家都认识吧 橡皮尼 沾一下 瞬间颜色变浅 好 这边 我们一开始这边画的差不多 这个颜色还OK吗 这颜色还是比较棒的 就开始把这个颜色稍微的稳重 稳重一下 深紫色 深紫色 抢教一下重色 全紫色整体的过度 哇 我觉得大家好厉害 还听了这么久 还有耐心听下去 每次上YP课的时候 他们都是上了哭 也不说每次啦 就是说最近 因为YP的课时量特别大 你像高级班的话 上课平均是三个小时一节课 就刚开始你们看到的了 这个 你看就开始一上课就给大家看的 一节课画三个眼睛 一节课 是不是想哭 马上就是下一周要上了课 大家老是有些疑问就说 哎呀 因为我们每一期不是有那个 作业评选就是那个人气奖的评选活动嘛 就是有一些学员 然后很多很多朋友很好奇就说 三个月就能画成这个样子吗 这是三个月画的吗 怎么画的这么好呀 怎么怎么样 有点不敢相信啊 看一下我们的作业量你就知道了 为什么三个月能画好 人家是脱了一层皮的呀 是不是啊 虽然说过程是有点虐 但是结果是完美的 是不是 这一水 画画真的是这样子啊 如果说你不想付出努力 不想被虐 不想舍不得 舍不得就是辛苦的话 不可能画得好的 这个是绝对的 如果说你想就是 稍微学一下就能学得很好 那我可以说你就不要来我这了 任何告诉你 什么东西很轻松的事情 这绝对是骗子 过程难免会有点痛苦 只是说这个痛苦 是在可承受范围之内的 如果说不在承受范围之内 那我也不会这么教你们 是不是 你作为一个兴趣爱好 搞得太累的话 肯定没必要 但是如果说你不累的话 肯定学不好 它两个是一个矛盾的状态 好 蓝色蓝色这个蓝莓 就画的差不多了 蓝色蓝莓画的差不多之后 就开始 首先第一个好 开始画冰块 冰块 这两个区域的颜色 明显是有一点点蓝色倾向 用这只 蓝色整体过度 过度了之后 用灰色 把这个 就是把这个 霓虎桃 跟冰块 很自然的衔接 用的是灰色 灰色之后 稍微用一点点黄棕色 感谢观看 最后 感谢观看 这个位置用的是黄棕色 不行啊 我嗓子已经到了极限 一说话就痒都不行 多少时间才能练出我这样的色感 白色看到了吗 白色过度 如果说是专业的学习的话 就是你跟专业的班专业的学的话 应该不出两年一年多的样子 就能有这样的效果 前提是专业 很多同学是不是很好奇 专业为什么叫做专业 或者说专业为什么就学得好 我给你普及一下 专业是说你是从一开始的理论知识很扎实 然后再加以实操的一个锻炼 还有就是要还有锻炼的同时 还要有一定的技巧 完了之后知识点 自学知识点一定是散的 一定是杂乱无章的 怎么有效的 高效的把知识点总结到一起 然后利用在画面 这就是专业 这就是系统 知识点不散 整体 而且是高效的发挥它的作用 这就是专专业 知道不 知道的话就调异 还有一个关键点就在于 你专业的学 你学会的永远是方法 你学会的是如何去画这个画 而不说是去画这个画 或者说画好这个画 一般你知道如何去画这个画之后 你觉得你还会画不好画吗 这是不可能的 好的 用灰色进行一下这个 进行一下这个灰色的就是冰块 有这种灰蒙蒙的效果的调整 尤其是在暗部的位置 进行一下调整 好 这个位置看一下 冰块有那种沙沙的亮亮的质感 留出高光点 灰色 这里的话用这个 黄绿色过度一下 接着又是灰色 它用到的是柠檬黄 柠檬黄的颜色的话会稍微的亮一点 是不是没想到冰块居然是用灰色化的 冰块并不是说是单一的留白 并不是 半透明的颜色 它是有颜色的 并不是说是白色 或者说留白 好 这个冰块这个角角上还有一个厚度 所以这个细节要抓住 有一个这种角度的一个转折的变化 接着之后 它下面才是一个这种小小的一个亮面 它有这种小细节变化 很有意思的 味道的这种小细节